好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有請賴平雲委員質詢 麻煩主席請院長 好 謝謝 我們有請吳院長 謝謝 委員好 哈囉 院長 我想今天就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您 那首先呢 不免俗的嘛 就是說因為我們疫情現在還是如火如途中 那我想請問的是說 因為之前我看到故宮有提出一個新故宮計畫 那當時這個計畫裡面 原來預期的是想說 剛好因為2020是東京奧運 然後想要藉由這樣子的時機來 進一步的去提升故宮的參訪人數 那我看到當時這個計畫裡面訂定的是說 想要達成北院參訪人數要540萬 那南院要達成120萬人次 總體的目標是突破660萬人次 那這邊就有個問題想跟院長討論了 因為像我們2019年 故宮北院的參訪人數是380萬人次 那南院大概是100萬人次 合計大概就是480萬人次 顯然離這個您這個計畫的目標有一段距離嘛 那現在更不幸的是說 剛好遇到武漢肺炎的疫情大爆發 包含今天WHO終於要承認 這就是一個全世界大爆發的疫情了 那可以看到的是說 在前兩個月其實故宮的參訪人數就大幅的減少 尤其是2月份您上次也跟我講說 少了大概80%的遊客 然後尤其是故宮的本院主要的參訪遊客的 參訪遊客主要是以國際旅客為主 那所以我想請問的是說 一邊我們面臨著武漢肺炎的疫情 那一邊又看到說 其實最近這兩天又傳出說 東京奧運可能停辦也一年或兩年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這個計畫還適用嗎 還是您有考慮要修正原定的計畫 我們的計畫 本來在2016年12月行政院核定 但是我們在去年的10月已經簡像修正 那這個當時候行政院是原則同意 但是細節還需要這個去把它給精緻化 所以我們會趁這個時候做一些微調 是對因為我想不管是京奧可能延辦 或是說有疫情大爆發 這個都是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也沒有人會苛責啦 只是就是提醒說這個東西可能要重新檢視 然後去滾動式的修正 那另外我也想簡單的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故宮有推出一個720度VR走進故宮的計畫 那這裡我有兩件事想要詢問院長這邊 第一個就是說我看到的是目前這個VR使用的人數 可能相對的還是沒有這麼多 那這部分我想請問故宮有沒有什麼提升使用人數的方案 那第二個是說因為這是新技術的應用嘛 那看到的目前它的狀況是北院有南院沒有 我也想請問院長說這個東西未來是不是考慮可以延伸到南院也有 是這樣的我們是把它放在我們的官網 但是很多朋友 因為我們官網太複雜 我們把整個的官網把我們保上保壞的都放進去 我跟我們的同仁說一定要分流 要不然的話網海無邊找不到它 所以一定要分流 讓大家可以很快的知道 我們有那一些數位的資源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馬上會把我們的官網分流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聽起來就是說 院長覺得說這個部分可能是網站設計的問題 那我希望的是不知道故宮這邊能不能把 怎麼去改善的細節 就是給本辦一份詳細的說明 那第二就是說我也希望說南院也能夠有這個東西 是的 我們南院是今年的四月就會推出數位展監 好 那就是說好了今年四月喔 到時候我也會來看進度有沒有達到 那另外有一個事情 有關我選區的事情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看了一下 在你們自己的業務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故宮之力於落實文化平權 那一直都有辦理一些多元課程和教育推廣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本意當然是很好 而且尤其是自從文化部長 我們政部長上任之後也一直很重視文化平權跟提升文化禁用權 我想院長我想問您您知不支持持續推動偏鄉學子多接近故宮 當然這個我支持 對這個一定是沒有疑問的嘛 但是像我剛看到就是說 本辦有去查就是說看到說你們有提出 博物館管校教育資料連結服務計畫 然後它裡面是說希望可以前往離島偏鄉及教育優先區的40所中小學 進行博物館教育 然後也有提出說可能故宮遊歷史啊 創客魔幻列車等計畫 那包含這一次你們自己的業務報告裡面也有說 故宮積極推動微型教育巡迴展 已經到了全台灣12個中小學或大學展出 然後有說展出的地點以均勻分佈各區為原則 並以偏鄉級教育優先區為主要考量點 那這些說法我當然都覺得這個出發點是很好的 利益是很良善很良善的 但我必須要提出一個疑問 一個說一個希望故宮這邊說明的 就是說因為您自己這個這個業務報告自己說 就是以偏鄉教育為考量 但是我去檢視了這個巡迴名單 總共12間嘛 卻發現說這12個名單裡面其實沒有一間是 新北市所定義的56所偏遠地區的中小學 完全沒有 而且這56所裡面其實我的選區就包含了35所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故宮要怎麼解釋這個部分 其實以前我們這個只有一步這個車子在跑 所以當然會這個點不會那麼多 這是一個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增加另外一部車子來跑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是他們來申請的 就是一種是我們出去一種是他們來申請的 那這一些申請的可能我們的這個消息的傳播的管道不是很精準 那常常是透過這個教育局 那教育局再發文下去 所以請可能不會很精準的到達偏鄉 所以我們會考慮我們如何把這個資訊能夠更加的精準的到達偏鄉去 對因為其實院長自己也講到了 因為自己申請的我看是故宮有意思嘛 那這份名單其實後來就是查核之後名單 我也覺得問題蠻大的 因為一檢視名單之後發現說新北市偏鄉的學校只有一所 就是這個名單裡面只有一所 但是最近我們這個新北市的副秘書長也來跟我們談 他們要跟我們合作 如果有這樣的合作是跟縣市政府有這樣的合作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周全 每一個地方哪一些學校該來 我們哪一些學校該去就會可能比較周全 那我想是不是這個應該要分成兩個部分 因為第一個就是您說快產博物館看起來就是一車這樣子過去 那可是我覺得好像沒有回答到就是說為什麼在 因為這個我的理解是你們是可以主動去選擇說 這是哪一些學校要去嗎 可是事實上就是這12所裡面沒有新北市的偏鄉的學校 所以這部分我會希望說故宮可不可以提出一個解釋 然後我們也再來一起討論說 能不能在這一部分有進一步的改善 那另外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說 因為您剛剛也說新北市這邊也有來談 那就是你們是怎麼談的 那最後的可能最後的deal是什麼 我們辦公室這邊也會想知道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新北市的56所偏鄉學校裡面 我們選區就佔了35所 所以這個問題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也希望說故宮這邊可以給本辦一個說明 那再來就是說我想再回來討論南院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去年故宮南院的參訪人數 已經突破了100萬人次嘛 大概就是100萬左右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的那個我們去檢視它的結構比例 其實有大概9成目前都還是本國的遊客 99% 對大概9很高的比例 對那問題就是說 對這個比例真的是跟北院比起來簡直是天然之別 所以絕對數來說 進南院的國人比進北院的國人多 是但是但是我覺得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比例的調整是有問題的 那當然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故宮自己也有出來討論過嘛 就是說可能很多的理由嘛 包含交通便利性知名度 館長等等的 那我想提出的一個看法是說 因為我覺得南院 因為我剛講的理由是故宮自己講的理由 可是我想提出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就我們去查資料看到說 當時去年有新南向計畫嘛 那其實我們的故宮南院有到馬來西亞國際旅展 有到胡志明市國際旅展去參展 那其實在這兩個展覽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兩個展覽就大概吸引了11萬的民眾來參 參觀這個攤位 所以我覺得對外國人來說 其實我們的南院並不是故宮提出來的理由 所講的這麼的沒有吸引力 因為看起來我們出去撤展 去布展的時候其實大家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 欸故宮這邊是不是能夠 就是提出改善的方案 然後給本辦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去改善 然後來吸引外國的旅客來故宮南院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來自於 他們來我們這裡都從北部進來 松山或者是桃園進來 所以很難拉到南邊去 可能是這個原因 是那看 簡單說就是說目前是9比1嘛 那我想故宮給我們辦公室的報告 我希望是不是能夠先往7比3這個方向去修正 就是說到時候再給我們一個改善報告 然後我們就要求不多不用到5比5 我們就以7比3為原則來下去去改去修正去改善 好不好就先這樣謝謝院長謝謝 謝謝賴媛媛委員 謝謝賴媛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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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賴媛一直以來在立法院六屆了 那有一些基本上的禮貌 請這個新進的委員們注意一下 上下麻煩一下也給賴媛鞠躬一下好嗎 然後抱歉 因為我必須要提醒你們 我已經看了好幾次了 那並不是因為大小的問題 而是一個最基本的禮貌 然後包括我們在場的官員們 也都會為今天主持議會的主持人 這樣子一個禮貌好嗎 不好意思 謝謝 繼續我們請高鴻安委員質詢 謝謝